今天来看这个别墅 75 200 的居住面积 门口就是这样的 这个是个亭子 这里可以做一个游泳池的 其实 这个游泳池就20平方 后面 看看 一个大的水箱 这里还有个 退电房啊,我估计是 这矮墙好矮啊 这是一楼的杂物间 这是一楼的厕所 这厨房我挺喜欢的 面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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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面箱够大 面箱 面箱 租床间 一分钟 一分钟 吃个BBQ 门口还要排队 怎么让我感觉回到上海的 回到巴提亚 巴提亚今天 昨天车多的要死 你看 你看连商场里的一个 上次拍过的亚马逊都要排队啊 好像曼谷人民都过来过节了 这要死了停车又是那么年 哪哪都是 是不是要比曼谷的商场人气 足很多啊 和疫情前有点 有的一拼啊 每一层都是那么多人